你可以先吃東西啊 然後晚上在街外再買這個 還有這個也不錯喔 它的水煎包真的很好吃 這個餐餐幫我發呆 台東一定要買什麼 伴手禮 然後我們當時場刊的時候 就來詢問 報名巡邏車這個店家 哪裡有好吃好玩的 他店裡有一個地圖 不好吃會踩雷的 叫他幫我們打叉叉 就說這個不好吃不要去 那個好吃 你就去 他還叫我們不要講喔 不然他會得罪那些被打叉叉的店家 對對對你看在這邊 他打了大概兩架三架 去找他吧 他叫優瑞克禮品店 老闆在嗎 請問一下來我請問一下 這是你畫的 你怎麼有一張啊 我怎麼沒有 我們上次來廠刊 然後就看老闆店裡面有這個台東導覽地圖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老闆 哪裡有好吃好玩的 然後哪裡是會踩雷不要去 他就幫我把那些店家打叉叉 他大概打了十幾家 這是你畫的啊 對啦 都很好吃啦 都很好吃 都很好吃啦 對 我們看我的台東 你現在幫我幫她 打叉叉叉 打叉叉 這個啦 為什麼 你認識她老闆 我認識她 然後她臉都很臭 我認識你們是 所以我們要幫你們吹起來一下 好 然後到今天不要踩咧 其實就沒有了 好 我跟妳講 第一 郵件妳一定要去吃這個啦 或者妳還會說 妳根本就沒有 沒有 卻過才懂 對啊 這個很好吃 妳可以先吃東西啊 然後 晚上的笑意再買這個 好 這個也不錯喔 她的水煎包 真的很好吃 這不差他們有花袋 那如果人家因為妳要收拾 妳自己換 好 忘記了 忘記了 想起來了嗎 有 我想起來了 三點多的時候來 因為我四點要去吃小孩 我們才跟她買兩包番薯片 她有耐心的這樣幫我們介紹 你看她剛剛那個態度 老闆剛剛在裡面 我不知道妳有沒有聽到一個很關鍵的 老闆說那家 我覺得還好 因為她的臉都很臭 還是要以笑迎人 來 你推薦了哪些來 來 一定要去吃藍綠瓶炸雞 TOP ONE 無可取代 老闆她很多徒子徒孫 也是她的老丸子剛給出來開的 她也從來不會說我們才是最正宗 我從來沒有聽過她說 誰怎麼樣 都沒有 然後傳出來的都是從優柔衣服傳出去的 不是啦 真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有這個高度 就幫我介紹人客 可以介紹 所以我只要看到在排隊 我就去那邊發DM 這個老闆都不會講什麼 所以他真的對我很好啊 店家跟店家 彼此的拉台鼓勵跟推薦 大共好嘛 最後一坦啊 然後呢 還有咧 台木 這個就當然不用講嘛 這個台東非常老知道的 三大天王嘛 榕樹下 老東台跟阿咪 那是賣米台肉就對了 有三家賣米台肉 有三家賣米台肉 欸 她都在這附近而已 都在這附近 所以你看來台東要吃米台 要去哪裡 欸 一位客先問我 先買伴手禮問他 因為齁 我跟你講 今天是不是禮拜三 對 你今天想要吃榕樹下 還沒有咧 他們固定休禮拜三 喔 所以老闆他整合一個強大的系統 你禮拜三榕樹下休息 他就跟你說 你可以去吃阿咪 你可以去吃勞東台 前面有一家 叫李厚 王來兵 我覺得很好吃 喔 那你打電話先訂十五倍 啊 啊 也不好意思 他也是休禮拜三 欸 那故障 我覺得老闆幼瑞克的存在就很重要欸 真的 哇 我知道你好的 王來兵就好喝的 哇 沒得喝 他又有在推薦其他的 欸 三個選項 我跟你講 往這邊走 有一個叫鎮東山 那個是很老之後的冰店喔 很老之後 然後 來台東要買錢 嗯 喔 喔 對 鎮東一定要買了 他即將麵包的隔壁就是 王继世家 我推薦在家還有一個齁 因為他們都是每天限產 所以我很建議你們 前一天先電話訂 那家叫王继世家 王继世家 所以大家來台東要買世家 要去哪裡買 王继世家跟周圍很多店家都有在賣 真的 他知道了 他這樣也不敢得罪所有人 欸 戴古上你看喔 老闆人好不好 好 因為觀光客來喔 真的都不知道要去吃什麼 還有還有 還有 有兩家 一個是寶桑鴨冰 一個是寶桑豆花 喔 欸 啊我比較推薦齁 寶桑豆花 喔 為什麼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然後 那個 他小孩跟我兒子 團團同學 你不能這樣啦 坦白講齁 他老闆信賴很照顧我 欸 那你跟老闆好嗎 不錯啊 好來 你現在打電話給他 不要說我們在這裡 送十五碗 寶桑豆花過來 你說真的嗎 真的啊 真的啊 老闆娘 老闆娘 我是那個 劉彥瑞的爸爸 欸欸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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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休息呢 公休四天啊 要禮拜五才有一天 啊 要去哪裡玩 我們去花蓮跟宜蘭啊 喔 這麼好喔 沒有來本來想要跟你訂啦 是的 謝謝老闆娘 掰掰 這變成怎麼那麼老實啊 對啊 你要去哪裡玩也跟你講 沒有啦 乾你屁事喔 乾你屁事 你要問人乾去哪裡玩 你為什麼當初想要開這一家店 我跟我老婆以前就是在 當台干嘛 然後小孩大了啊 我們想說還是回台灣讀書啊 啊回台灣要做什麼 因為我跟我老婆 沒有一技之長啊 可是你們真的也不是都當台干的嗎 對啊 我老婆在銀行啊 啊不然你要回來開一間銀行給他嗎 是喔是這樣 就是 你可以開一個地下錢莊啊 對啊 那也可以 那怎麼想要做禮品呢 伴手禮 因為我們沒有一技之長 我也沒辦法煮東西 坦白講 做伴手禮 必須要精挑細選 把最好的品項給客人 嗯 不過我真的就是從做東學啊 因為我剛開始 我也不知道要找誰 我也不知道要掛什麼火 啊最重要的貴人就是 番薯伯的楊董 因為他的地瓜叔 也是我父親的好朋友 他帶我去認識這個楊董 然後就也願意算幫忙我 就是掛他的火來買這樣 你看喔 他們是有門事 他還掛給他 喔 啊楊董這個人喔 我從他身上也學到很多東西啦 我看他第一次見面 他就跟我說 我們男人喔 做生理喔 嗯 對一驚最重要的是 娶婆 因為 番薯伯的老闆娘也是 他生意做那麼大的 你怎麼看會 老闆娘 每天在店裡要去 所以我常開玩笑說 我見老闆娘的次數 比我見 比老婆的次數還多 這不對啊 我意思說 他真的每天都會在店裡 勾點 心理經維 啊還有我這個 共好的這個觀念 其實是來自於 養董 欸 所以我真的覺得他是 對我照顧的長輩 啊當然我也很感謝我的房東 疫情的關係喔 給我很大的幫忙 喔喔喔喔 對 他做很大的幫忙 那我很感謝我太太 真的要很感謝她 嗯 很感謝她 對 啊我本來兩個人做個顧 後來他就 出去找工作 啊也算是遇到貴人 他離開職場七年 還可以再回去 金融業 啊所以喔 這一路走來真的要感謝太多人 最重要的是要感謝我太太 去上班賺錢 欸 然後來支持這個店 欸也可以這樣講 啊你不吃東方 欸對啊所以所以我 所以我 所以我們有一個那個啊 台東軟男協會啊 或是台東軟男協會啊 真的假的啦 有一個群組 對啊我還不是最軟的 最軟的是我們會 會長 啊不過我要先說啦 因為喔 我剛說這個男主內 女主外嘛 其實我覺得這個比較正常喔 因為喔 老婆比你會賺錢 那何必要把她關在家裡面呢 對不對 那你怎麼沒有想說是你比她不會賺 是你自己要檢討 對啊 各有所長 因為我生兩個男生嘛 啊我比較會跟男生玩嘛 像我還會拍影片啊 我們也是小YouTuber呢 我們訂閱人數有五十三位呢 真的假的啦 真的真的 他們叫劉家兄弟啦 對 目前有十四部影片 五十四個訂閱者 喔那算是一種紀錄啦 是不是 欸就是好玩嘛 啊我小二子他拍酒的時候 他還會說說 欸走在路上會不會被人家認出來 然後我都跟他說 哇我們呢 是廚房裡的小水滴 像菜阿嘎是大海 啊你要怎麼跟人家比 那像我們是屬於什麼 你們肯定是這個太平洋的啊 還不夠嗎 夠了夠了夠了 夠了夠了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其實我剛開業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條算是 開過很多伴手禮店 其實每次只要有開 我心裡面都會覺得 有怎麼辦 可能會受影響 但是我父親跟我想 買啊 開越多越好啊 嗯 有人炒就有錢炒 對 這是爸爸給你的觀念 爸爸 我父親走了 他心肌梗塞走了 2020年的中秋節 連續假期的最後一天走了 那時候你中秋節剛過完 知道這件事情真的是 我倒覺得那時候 不會說情緒上特別難 都是結束過後 對 但是我也很高興 就說我至少我2015年回來了 哦 你有回來陪他 陪他嘛 不過我跟你講喔 如果父親還在 我不會變成今天的我 父親走的時候 我有一個感想 就是說我一系間 從男孩變成男人 五年前你還是男孩啊 我自己這樣覺得啦 可是不讓我能理解 爸媽永遠對自己的小孩 即便多大 他始終是個小孩 對啦 我覺得今天介紹這間店 是要讓粉絲們來到台東 不知道去哪裡玩的時候 先來這邊給老闆導覽一下 對對對 那順便買個伴手禮 老闆也會跟你分享啊 而且是集結所有台東的名產 好啦那如果有粉絲來問你 當時地圖上面畫莎莎 是哪幾間店你敢講嗎 我會說那個 不是我畫的